大家好 我是设计民工老黄 前几天我历尽千辛万苦 从深圳借来了全新上市的比亚迪SOM PRO DMI 你看这个月壁的拍照 在零下十多度的冬天出现在了东北 这种感觉就好像突然间看见了一个穿着短袖的南方人 他们对于韩伦总是一无所知 老婆 你便是南方了 对啊 对啊 你这么说好像有几分道理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你看我们来聊车来聊车 这个车我们现在已经是用了十来天了 跑了一千多公里了 也稍微有点心得了 我们就来聊聊这辆车 那这按照传统车评的路子呢 现在我应该来讲讲它的外观 那么和之前的比亚迪SOM PRO DM相比呢 它的形体上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它看上去也是和那辆车差不多的 但是在细节方面 你看车头方面 它用比亚迪全新的家族化设计语言 重新调整了前保险干面罩 进气格山 这些细节的设计 让这个车标呢做的也更好看了 另外呢就是地柱石板的位置 增加了龙林的一些个菱形的纹路 让它看上去更有层次感 而不是像以前整整的一块大面板 好了 关于外观呢就讲这么多 实在太冷了 我们还是上车去聊一聊吧 咱们有一说一啊 这个比亚迪SOM PRO DMi的这个包覆式车门啊 它还真是个包覆式车门的样子 你看车门打开以后 门槛到座椅之间的距离就这么点啊 上下车的话基本不会卡腿 它不像有些车啊 它这个也是个包覆式车门 打开以后座椅到门槛这儿 这么老长 上去车都得卡腿你知道吧 老婆呢 你的腿要再短点能卡着当你信不 内饰方面呢就是全新的设计了 之前老款比亚迪SOM DM上边的那种 T型的设计在这里就变得软化了很多 同时呢它也用了大量这种柔软的这种包覆的材料 来进行包覆 所以整个内饰的质感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它的富裕标板也变成了镂空的了 双层的功能性实用性有所提升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它这个头枕的这个造型啊 在很多年前这种镂空的这种整体头枕的设计啊 我们还只是在概念车上用的 你看现在量场车上也有了 怎么说呢 在内饰的设计上啊 全新的比亚迪SOM PRO DMi啊 真的是在科技感和实用性上面 完全拉满了 作为一辆新能源车呢 比亚迪SOM PRO DMi的地板是要比传统车要厚上一点的 但是呢 这并不影响它的乘坐 坐落座后排呢 空间的舒适性 以及通透性都非常不错 尤其是这个全景天窗啊 天空打开之后 空间的通透性是非常好 既然都已经到了零下十多度零下二十度的冬天了 在过去的这一周时间里呢 当然也没有放弃这个特别好的天气啊 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最废油的工框测试和纯电的工框测试啊 详细呢 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视频啊 这里就说一个结论 在用最废油的工框测试 我们跑了高速啊 匀速是120公里每小时 加满像汽油 SOC设置到70% 让它强制保电 这样跑了174公里下来呢 一共花掉了14.66升燃油 算下来是百公里8.4升左右 而在纯电模式下呢 我们从25%冲到了82% 然后呢 就一路在城市里面跑 跑了一共50公里 这样来看的话 这辆车它的续航力上在冬天零下十几度 好像还可以 至于它这套DMI系统的原理呢 其实呢 之前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一套超级混合动力系统 它是一套混联式的架构 发动机 电动机 两个东西 通过DMI这个专用的变速箱 进行了动力的偶合 这种大概就像是在揉面 这边是面粉 这边是水 你把它活一活揉人一团泥了 然后对应到驱动桥的输出上 那么这样一来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发动机的每一滴燃油 都可以通过电动机 和这个DMI的专用变速箱 把它给高效的利用起来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经济性表现 这套DMI超级混合动力系统 给我留下的第二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它的动态响应是非常不错的 就像刚才我讲到的 面水活在变成面团了 那么这种的效果就是 在你动态行驶的时候 它的发动机和电动机介入工作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明显的一种介入感 你甚至都不能感觉到 它是哪个动力在驱动 只有通过显示器的能量流才能发现 这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电动机很功率 很扭矩的输出特性 让它跑起来 和我们之前建造的那辆特斯拉 这种电动车的感觉 是一模一样的 开起来非常的舒服 另外在底盘方面的调教呢 说实话啊 说实话 这点比亚迪的这个底盘工程师 绝对是要记忆大功的 这辆车的质感 被它们调得非常的不错 很有高级感 能够极大的提升 你操控这辆车的信心 最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可以这样讲 如果是在城市的场景里边 使用它的话 那么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啊 理论上是可以让你实现 完全零油耗的 上下班通勤驾驶的 而且呢 因为有混合动力系统啊 它的这个动力行驶起来的 这种平顺性 也是要比传统的燃油车 好上很多的 最后呢 就是它的价格了 现在它的售价是13万多到16万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因为没有购置税 所以说它的价格 也没有比一辆 普通的燃油SUV高到哪去 甚至还会更低一些 那么这样一来 它的性价比就变得非常的突出了 如此一看 这还确实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当然了 有没有遗憾呢 有 对于我来说 如果它有四驱 那就是完美了 好了 对于这辆比亚迪SON PRODMI 你有什么想法呢 下方留言 我们一块来讨论